上海将吞并的城市 两座城市呼声很高 如成功将迎来大发展 南通 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城市 中国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 和现代化港口城市 截至2020年12月 南通下辖三个市辖区 一个县 代管三个县级市 总面积80001平方千米 2021年南通市市县 地区生产总值11026.9亿元 比上年增长8.9% 年末常住人口773.3万人 南通地处中国华东地区 是杨紫江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门户 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 14个沿海城市之一 即黄金海岸 与黄金水道优势于一身 被誉为北上海 南通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 在中国近代文化科教史上 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嘉兴 是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大都市圈重要城市 浙江大湾区核心城市 杭州都市圈副中心城市 长江三角州中心区城市 截至2019年 全市下辖两个区两个县 代管三个县级市 陆地面积3915平方公里 海域4650平方公里 截至2021年末 嘉兴市 常住人口为551.60万人 2021年嘉兴市实现 生产总值6355.28亿元 嘉兴地处中国华东地区 浙江省东北部 长江三角州杭家湖平原腹地 北林上海 苏州 楚江和湖海交汇之位 厄泰湖南走廊之咽喉 嘉兴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建制始于秦 有2000多年人文历史 自古为繁华附属之地 素有鱼米之乡 丝绸之浮美誉 对于上海合并发展的设想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